嗨,我是飞鸟 今天我们来介绍的人物是拳皇中的罗蒙 罗蒙是一位矮小精干的墨西哥职业摔脚手 拳皇两前的前夕,K和马克西马 来到了约定的体育场,与自己的队友碰面 整个场地的氛围十分热闹,周围坐满了观众 擂台中央,小个子的罗蒙直接飞身扑向对手 以秒杀的方式瞬间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周围的观众也都为罗蒙的精彩表现欢呼不已 此时胜出比赛的罗蒙拿起了麦克风 对台下的温妮莎说道 今天的胜利全部献给在场的你 不过台下的K对罗蒙的反应则是非常冷淡 只是把罗蒙的行为当成是一种表演 一旁的马克西马则是称赞罗蒙 说他很厉害,是位大将 同时马克西马还通过探测雷达分析类材上的罗蒙 排队的数据显示罗蒙的实力非同一般 随后在温妮莎的介绍下K才知道 原来这名红发美女与擂台上的眼罩男 都是这次参加KOF大赛的队友 不过罗蒙参赛的真正目的是 以温妮莎协力调查阴朝组织 试图捕捉作为阴朝残党的K和马西马 整个全国两千的大赛都是克隆林造反的阴谋 两千的尾声 酷拉操控一只零食加盟炮轰向了克隆林所在的位置 这次的爆炸在重伤克隆林的同时 也将基地直接轰成了废墟 混乱中 罗蒙失去了与K和马西马之间的联系 于是罗蒙便背着受伤的温妮莎离开了废墟 在背的过程中 他还触碰了某些柔软的地方 显然 罗蒙本人也特别享受这种美妙的感觉 全国两千零一中 罗蒙在海边的沙滩上找到了温妮莎 从对方的口中得知 这次参加K和K的主要任务 是与巴神安组队监视他的行踪 在结局中 特工三人组准备用武力将巴神安带回去调查 游戏虽然没有交代结果 不过估计罗蒙应该不会有好果子吃 另外在灵异中 当玩家掏控巴神队打到关底 阴潮的老大一个逆死 会将罗蒙与巴神安评定为是最强人类的后果 理由是 一个尼斯认为他们打败了曾经最强的草气兵 与自己创造的K 于是最强人类就成了一个专属于罗蒙的梗 不管是拳荒全明星 还是惊太郎的拳荒十四漫画 也都有特别强调 罗蒙最强人类的身份 在拳荒两千中 罗蒙初登场便被设定为 是与阴潮有关联的举行角色 这点的游戏中有多处的体现 例如在战上哭拉后 罗蒙的台词为 麻烦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别跟你的老大说 在对战鞭子与甲灵时 都会触发与阴潮相关的特有对白 但在两千之后的作品 罗蒙却成为了一个 与主线举行完全无关的酱油角色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两千之后 SNK本身就很动荡 开发人员有了较大的变动 其次就是西野秋燕本人 没有怎么玩过罗蒙 导致他的灵异小说版中 罗蒙也是没有什么细分的 故事中在两千过后 罗蒙与温尼莎赛斯 组成了名副其实的特工铁三角 三人被哈利文雇佣参与 调查了各种与K5F有关的阴谋 作为工具人 为世界和平操碎了心 十一中 三人受命调查摇原笔之地一族 再后又参加了哈迪伦组织的作战会议 十三中 特工铁三角虽然没有在游戏中登场 但是却在会场中再次暗中调查 摇原笔一族的真正目的 虽然罗蒙在剧情中沦为了龙炮角色 但是罗蒙对温尼莎的执着 却一如既往地继承了下来 从第一次见到温姐的时候 罗蒙便深深爱上了这位红发美女 只要一有机会 她便会发起攻势 对于罗蒙来说温尼莎是自己充盈的女神 哪怕温尼莎已经嫁妥人妻 罗蒙依然毫无退意地追求对方 或者说罗蒙可能的确有这方面的奇葩癖 温尼莎本人对待罗蒙的追求也很困扰 但她其实并不讨厌罗蒙 游戏中温尼莎也有和罗蒙打趣 说只要罗蒙能打赢自己 就同意和她约会 在《全荒十四》中当罗蒙遇到了刚一的恋人梁时 梁师娘会调侃罗蒙 说她是喜欢人妻的摔脚手 虽然罗蒙想辨语什么 但是在看到美丽动人的梁之后 她马上又开始兴奋了起来 在《全荒十四》中罗蒙还提到 麦卓是一位大美人 但自己对她却完全提不起兴趣 这几点也印证了 似乎也许可能罗蒙真的有喜欢人妻 这个奇怪的品号 在罗蒙的资料栏中 标注最重要的事物有两样 一样是美丽的温尼莎 另外一样是前辈赠送的面具 罗蒙十分珍惜 这是从前辈手中得到的面具 仔细看一下面具上面的插图 总会觉得有点眼熟 不知道这个前辈是否是雷电 还有一些日本网友开玩笑说 罗蒙之所以失去地位 是因为这个面具带来了诅咒 罗蒙平时右眼佩戴一只眼罩 并且她的右眼处 还有一道巨大的伤疤 不过虽然罗蒙佩戴着眼罩 但是她其实并不是独眼龙 然而UM中 罗蒙的胜利财词则是 可不是右眼看不到 这是我故意给予对手的让步 罗蒙的格斗流派 是在墨西哥发展出的 独特职业摔跤体系 作为格斗家 罗蒙的身材较为矮小 但是她却拥有各种移动剂 衍生剂 以及大量华丽的空中技法 在拳皇15周年的角色特点中 描述罗蒙是 任何强敌都敢于挑战 罗蒙的性格 外向热情 很容易就以周围打成一片 作为摔角手 罗蒙的比赛 具有一定的表演性质 认为回顾观众的期待 是很重要的 她本人也十分享受 观众的欢呼一掌声 罗蒙这个角色的诞生契机 是因为当初的SNK 为了开破南美市场 所以特意创造出了罗蒙 这名洛西哥摔角手 戴着面罩个子较小 摔角选手 脚侠的头戏角色 这就是当初SNK设计 罗蒙的三点基础概念 而罗蒙这名角色的创作原型 则是来源自日本赫赫有名的 蒙面摔角手 初代虎面人 左山聪 SNK的开发者 很喜欢左山聪 华丽的摔角格斗技 不断的思考 将其转化为罗蒙的招式动作 所以罗蒙大部分的招式 都是来自虎面人的摔角招式 其招式名称中也大多带有一个虎字 例如虎拳 虎镜等等 自然而然 罗蒙也就成为了与老虎相关联的角色 全方十四中 罗蒙更是以史上最强之虎自称 除了罗蒙外 全方中跟老虎相关联的角色 还有罗伯特和东杖 三只老虎互相之间有较强的竞争意识 全方十四中 官方还特意为三人安排了老虎队的特殊结局 全方2002中 当罗蒙对战东杖的时候 胜利者还会触发特殊的胜利姿势 全方十四的故事中 罗蒙特意邀请阴朝残党安切尔 一同参加职业摔角与KOF的比赛 安切尔当时也是过够了夺走藏藏的生活 正好出来活动活动 打发一下无聊的时间 两人的新队友 正是擂台上撕咬对手的暴龙王 暴龙王参赛的目的是为了向曾经击败自己的拳击手复仇 接着罗蒙与暴龙王一边用麦克风互相叫嚣 一边走上了擂台 就这样在墨西哥的热讽下 老虎猫恐龙组成了一支崭新的墨西哥队 三个家伙关系相处的也十分融洽 在全方十四的尾声 罗蒙还和安切尔一起到休息室中去撕撕恐龙 不过因为自己作死撕得太快 而被对方直接抱头 презид炉 住在横尔 铁